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代务农日子很辛苦 不希望孩子继续继承家业 但他现在是养鸡场主人 是农村少见的西南农夫 当初回乡并没有目标 单纯想要回来照顾土地 因为自己喜欢吃鸡蛋 索性养蛋鸡了 他毫无经验 上网研究 人生很贼心浪漫 但养鸡一点也不轻松 与他向往无拘无束田园生活 相差甚远 但有个训练让他坚持下来 他希望自己的事业 对环境有利 也是这个坚持让他决定回乡 所以他选择放牧方式 人到饲养 也不使用抗生素友善环境 几经波折和失败 才摸索出方法 每当遇到困难 他会提醒自己 当时务农初心 也就用力量再走下去 务农人生他始料未及 原本遮掩法律 学校毕业就进入大公司任职法务 前途一片光明 但他不舍母亲一个人独自务农 毅然辞职脱下西装回到农村 原来这背后还藏有一片小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像我爸妈都说 我们还要回来养鸡之类的 他们会觉得 那干嘛要 资到大鸡 王建胜法语系毕业 原本该在书室办公室研究法条 却终于窝在这个鸡舍里 法务的工作就是 大概都是缺质嘛 没太多嘛 就是纠纷啊 所以其实遇到了 遇到了人失误就是 我觉得不是好事的比较多啦 家中排行老妖 少年三个姐姐 务农的父母好不容易生下 他这个独子 费尽心思栽培 就盼他能出任同地 在那个年代来说 可能就是 务农就是会赚钱 对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不是一个好的出物 终究是农家子弟出生 从小在田野间自在灌了 心中返向念头 一直没断过 爸爸过世之后 就是有这片田 然后那时候是 有一股心声说 好像我隐约听到说 我应该要回来照顾这片土地之类的 父亲过世之后 老家只剩下母亲一个人 成了他回归农村的最大动力 我妈会来养一些母鸡 然后下蛋自己吃 那我就觉得自己家里养的 跟外面的品质真的有差 好 那我就觉得那我来养 那我自己来养鸡好了 王建胜将父亲洗日 养入用的农舍改造成鸡舍 里头没有传统印象中的 粪别臭味 翻到油骨清新草味 因为它在地上放了厚厚一层 稻谷木屑等有机电料 其实这个有点模拟原始的森林里面 它有很厚的腐植层 就是树叶 然后它会 它里面会有维生物菌 会去作用 会去分解 鸡粪以自然方式分解 鸡植更可以在里头自由奔跑 在王建胜的鸡舍里 看不到任何笼子踪跡 好一点的平寺 就算没有笼子 但鸡只能养在室内 王建胜选择的是成本最高 照顾最辛苦的自由放牧 心情好了 那它就会比较健康 因为它活动量 它的活动范围就比较大 就跟人一样 有着活动身体就会比较好 对 身体比较健康 创业第一年 它买了六百只小鸡 好不容易等到它们长大 没想到这上百只鸡 竟然只有个位数的鸡蛋 就是第一批鸡的时候 就是时间到了 应该要产蛋 但是过了二十周 又过了好几周之后 就每天就捡了五颗蛋 对 然后我就很挫折 每个月光小鸡的饭钱 就要两万元 前半年几乎等于血本无归 王建胜很意外 他没料到养鸡 简直比投资股票还刺激 那时候脑袋就觉得说 原来养鸡这么难 就有想要放弃算比较养 有时候也会发生 就是不迷连于它的产率就 产蛋率就掉下来 或者怎么样 为了克服难题 他发挥年轻人的搜寻本能 上网找资料 也到处请教前辈 才发现其实鸡很怕热 比如说正常的话 产生率可能在八九层的话 那可能像天气一热 冷蛋就会变小层 或者产生率会掉掉 可能到七层之后 一开始因为担心鸡被蚊虫咬 怕它们冷会生病 于是王剑胜把鸡舌钉得 密不透风 没想到适得其反 后来就装电扇 或者是屋顶就开一些洞 让它的空气流动好了 重新整修之后 产量却依然不见起色 王剑胜这才发现 原来饲料也是一打学问 其实是因为它吃的不够 它提供不够 所以它就不会下降了 然后或者是就要 在水里面加很多的 比如说电解质 或者是让解热的东西 我们这种养量少的 要去叫飼料什么 然后比较麻烦 因为厂商会觉得我们量少 所以它不要跟我们配合 所以一开始的话 自己调飼料 那调得不好 可能鸡就不生蛋 不只调整喂食次数 为了让鸡营养充足不生病 王剑胜尝试加入 各式各样的补充品 那动物优药也没有在用 所以就是要用一些 其他的替代品 益生菌或者是一些 像我之前还要加 什么姜黄 就是抗发炎 或者是大蒜粉 也是抗发炎 对 让鸡吃得好 住得好 它还有另一个坚持 就是不使用抗生素 该用自制的水果发酵 益生菌来提高鸡的抵抗力 我就会去市场 要那个凤梨皮 因为它里面有 酵素跟益生菌 然后还有抵抗甜分 然后就是 然后再加菌种进去 让它发酵 对 然后那个 它有一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鸡会比较喜欢 鸡舍外就是草地 鸡植可以自由进出活动 平常除了饲料 还有草可以吃 吃得越多样化的话 它的营养 第一个是营养 营养会比较够 再来是蛋的风味 会比较好 对 然后再来就是 蛋黄的原色的 会比较漂亮 指导台湾人 偏好颜色比较深的鸡蛋 但他不愿意添加色素 王健胜的想法是 用天然叶绿素 来为鸡蛋增色 因为我们不知道说 加那些东西 会不会有害 所以就是用 用天然的方式 让它的蛋黄颜色深 所以像我都是胃肠 餐餐吃得营养丰富 王健胜的鸡 果然各个活力充沛 羽毛颜色也黑到发亮 然后怎么管理 要吃什么饲料之类的 就是一开始先去问一些前辈 对 然后最主要还是遇到问题之后 才会知道问题在哪里 洋鸡三年 王健胜的鸡蛋产量总算平稳 只是放木鸡蛋价格 几乎是一般鸡蛋的两三倍 销售又是一道难题 一开始真的不知道 要买去哪里 累积不到三四天的蛋都 不知道怎么出 一两千颗的 一边养鸡一边调整方式 有时王健胜还会主动教育消费者 我不太去追求 颜色要到这么深 因为那个跟蛋的营养价值 没有关系 消费者也问我说 那你的蛋怎么都不会好 我说这才是天然的 他原本的样子 脱下西装回归内心 向往的田园生活 王健胜这才懂得 父母当初的苦心 也才发现 乡下真的没有自己想的 那么浪漫 以前可能就有个长假 我就可以出国干嘛 那现在就是没有办法 出门也会担心说 会不会里面会不会淹大水之类的 每天的生活就是危机简单 人可以休假 自己却不能一天不吃饭 会心中有比较多挂念 对 对 然后 作息会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可能放假 但是我在上班 我在工作 对 所以主要是作息 就是 然后假期也少 然后过里也没得放假 因为动物它就是每天要吃 要喝 对 要简单 所以几乎是全年无休 365天几乎全年无休 尽管时间不自由 但天天和这些机箱处 终究培养出难以割舍的感情 其实有时候我可以 就是坐在那个户外的地方 树下看他们 就是看一个小时 看着他们会有点 有点疏压 法律系高材生来养鸡 王健胜从不认为自己大材小用 他用求学时的研究精神 养出一颗颗心目中的完美鸡蛋 珍惜当下所拥有 就是一种幸福 继续来看这对姐妹 手艺灵巧 在舞台庄 朱秀界相当知名 许多艺人演唱会上 闪亮夺目的修服 都出自这对姐妹之手 包括蔡依林 朱杰伦 乃至早期的邓丽君 欧阳飞飞 他们专为天王天后造华服 已经40年了 没有被时间与流行淘汰 反而更显光芒 堪称流行及服装产业的奇葩 然而姐妹俩的成长之路 非常艰辛 六岁就跟着妈妈 学绣花贴骨家用 当年妈妈从大城撤退来台 无以为生 做起家庭代工 大城妇女手艺巧 绣花鞋 外销全球 尤其是朱绣特别受日本人喜爱 为台湾赚尽大批外汇 以前整个村 家家户户户都在做绣花 但这种藏在村子里的艺术 对着时代眼镜 渐渐势为 姐妹俩始终坚守逢猪 在时尚界闯荡 占有一些之力 大概搬到月子一搬 搬到月子一搬 搬到月子一搬 我接着是在 我做那么多件 他们那个平台的 有做一些游行的 这个线路路板 他不会让他在这儿 直接掉出来 没有空 没事来跟你 倒探 无家姐妹轻松的 和设计师员工聊着天 逛设计师的工作室 就像自己家一样 但看布料可就认真了起来 很难用 它触感比较好 它很紧 胡佳姐姐胡梅花 会专注布材质感 缝珠要看衣服材质 才能做最好判断 重要的是跟设计师做好沟通 而胡佳姐妹的缝珠技术 在设计师业界 没有人不知道 好像早上设计 我听说胡佳姐妹 那因为那时候 正好是做到 周杰伦演唱会 需要一个特殊的设计 然后就去找他们 而会放心将大明星舞台装 缝珠设计交给姐妹俩 原因就在这 因为她的东西 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我们很放心 因为她没有她们的感觉 还有她们东西 蛮有那种艺术感的 这份艺术感的培养不容易 历经四十年 从家庭代工开始 家中有七个姐妹 四个兄弟 姐妹七岁时 帮人串铸赚钱养家 那我们为了维持我们的家计 我们就从小就开始帮忙 父母从事串铸这个手艺 就是赚钱帮家人赚钱 那个就是我们家的经济难 姐姐胡梅花从小爱画画底子好 总被交代画图工作 任何图案到她手上 她都能转换出珠绣最完美的搭配 像我们这种画比较粗 我们的师傅就会根据我画的这个线条的厚度 他们会去做一种一种斜针 这种依据 它就会根据我这个线 然后它会做出这种针针 图案无缝接轨幻化为缝珠图 显示两姐妹的功力 但饮水思源 他们细心呵护服装设计师的笛稿 连邓丽君三十年前穿过的 蝴蝶兰亮片旗袍的图稿 至今还保留着 香港的蜡像馆看到的那个邓丽君的蜡像 穿的那个旗袍那个蝴蝶兰 其实那已经有点变形了 这是原稿 为这样小心翼翼的 保存三十年前苗凸子图稿 是出自于虎梅花 对图稿的要求严格 早期的画匠 为这些旗袍艺人 穿旗袍的艺人所绘的稿 那保留当然老前辈他画有他的韵味 那我们就为了保留这个画饼的韵味 跟当时服装的韵味 我们尽量都是保留画稿 保留前辈的一幅幅纸稿近三十年 这样看似老学旧的行为 虎梅花也自己解潮 年轻一辈会觉得我们是老顽固的 可是或许这就是一个人的原始吧 个人我的一个原始 也就是这样坚持做最好 留最美的态度 才能把珠袖正门眉的事业做到满 这样坚持的特质 在妹妹胡梅兰身上也找得到 一袋袋的珠子在眼前 拿针线一针一针 缝着黑色亮片礼服 胡家妹妹胡梅兰 耗时费工的手工缝制 像是在雕筑一件艺术品 除了上天给予的天赋 她还有令人想不到的耐心 要耗时 然后要把亮片一片一片的堆叠 成一整件 如果说一个人的话 大概二十年 看似单调的缝珠工作 胡梅兰并不认为 这是枯燥无聊的事 反而是真心在下每一针 我觉得这个珠袖 也并不是那么枯燥 其实在个人的认为 她一针一线 一个任何一个角度 都是自己用心去感受 觉得每一针每一线 这真的是 这样缝会比较满 两姐妹缝制珠试与画稿 沉醉在自己的世界 有不可撼动的原则 但为大明星们打造闪亮配饰 姐妹两人不断吸收新枝 才能走在流行前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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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姐 今天想要来做珠试 珠试是流行产业 时常在改变 两姐妹为了做出符合潮流的珠试 也会到珠衣店去做功课 四四十一吗 十一点 十一 现在一定都要上面喷珠子 两姐妹在珠材店 就像是女孩在逛街一样 流行触角很敏锐 看到新款颜色的珠材 犹如发现新大陆非常兴奋 哇 试一点 这是新的 这好像做那个民族 民族风的衣服的 哦 像像像 对对对 看珠子不设限也来者不惧 尤其喜欢新元素 保持对珠试的热情 储备能量 我们每次来 我们也要分看细看 虽然不买 要把它记在 记在脑海里面 有这些东西 珠材各具特色 价差也很大 姐妹俩还会贴心 为客户细心搭配 寻求最高CP值 我们会压两种都想吃 然后问造型师 或是问客人 他需要哪一种 我愿意试风看 他会买的比较深 有时候东西看了 跟缝下去的效果 会有一点点落差 所以还是要买了 回去做出来 才是比较准确的 服装产业多变 潮流转换快速 他们依然能得到 设计师们青睐 是来自于细心 第一个 梅兰有很优厚的 有很棒的一个 配置能力的一个能力 那在绘图跟配置材料这方面 因为我们真的接触太久 所有的材料 我们都记在脑海里面 我们一看到这个图案 或是看到这个图片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什么材料 不是这个材料 可以运用在什么地方 甚至在缝制的时候 我们的蒸法 甚至我们用线的枯术 我们都知道怎样来搭配 那设计师造成师 他们对我们的计划 他觉得我们都可以 面面去到 做出来的东西都是 绝对是超乎他们的压求 付出权利在缝珠设计上 但有时却感到无奈 许多人并不尊重缝珠的专业性 也曾造成梁姐妹灰心 在服装这个产业 一般的人会觉得 我们就是一个工 真的啊 他们就觉得我们只是一个工 但梁姐妹也用时间与实力证明 他们的坚持与努力 是受到认可的 四十多年来我们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 一直在这边做 这样认分的个性也源自于两姐妹 大成一包的出身背景 来到台湾资源比别人少 因此勉励自己要努力 自己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 觉得家庭环境不好 我们要比同学更努力 才会改善我们的家庭环境 也因为自小的家庭环境条件差 因此两姐妹做事更买力 是身为大成人 请免任分的证明 六七岁开始工作 每天的工作时数 有时候十七八个小时 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也维持 只要有工作 我们都会很乐意的去 把它做好 也是一天 也是做四十个小时 四十年来的付出 终于苦尽甘来 我会觉得自己身为大成人 是一件蛮骄傲的事情 而现在身为台湾缝珠天后 站稳脚步 也能勇敢地说出自己 身为大成人的骄傲 也为台湾服装发展 登天璀璨光芒 家庭的爱与温暖 细细体会 内化为人生前进的动力 稍后来看 同样深深感受妈妈的爱 顺利成功创业 因为我以前看过 人家做话会是这样做的 它也是把粉跟水调好 再去蒸 在搅拌的时候 在让那水跟粉 热水下去的时候 那速度要拿捏 如果说热水加太快 一下就结块了 那热水加太慢 或是热水温度不够 水跟粉它不会糊状 它会水跟粉分离的 所以也不能蒸 创业总希望别人多给机会 但这位中年转业的老板 一个贴心念头 都为别人着想 为自己开创许多机会 就希望别人吃得健康 也为了给人方便 他不嫌麻烦自己喜爱玉 做天然昏贵打响名号 也顺势帮助台湾笑容 夏天一到来碗创丁最消暑 黄显荣忙着创丁 手都没停过 客人就来了 你好 要吃什么 创丁在这边吃 好 来 全部种料 店里的招牌创丁料 昏贵是客人必点的 黑的昏贵 这些橱窗里色彩丰富 颜色饱满的昏贵 都是黄显荣自己亲手做的 但在开店之初 其实黄显荣卖的是 从工厂出来的半成品 没有想到要自己做料 冬天没有昏贵 因为工厂就没了 所以还是要有昏贵东西 就是既然没有了 我们就想帮我自己做 自己做昏贵 但是昏贵的颜色要从哪里来 黄显荣不想要加市面上的人工添加物 他开始寻找小时候 曾经吃过的熟悉的味道 在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没有色素 那时候没有化学色素 所以应该是天然的 一想到如此 他开始打听问人 黄色的昏贵 那得怎么做出来 所以我去问某些人 他们跟我讲说 那就是用台湾的红柿子做的 红柿子做三枝子 所以我就想到 那要用三枝子做 那我就去中亚航 去迪华街去找到 一颗颗的山枝子倒进锅里 加水马上把水染成黄色 这样简单又天然的做法 让黄显荣有信心做出天然骨柜 但略有色味的山枝子 如何还原成小时候的味道 配的量的问题 我说山枝子放太多 味道会有一定苦涩 那放太少 味道出不来 所以是经过几次的调整之后 才现在这个味道 找到了天然食品当色素 但困难的还在后头 当时中年转业的黄显荣 依照老方法做昏贵 可是让他吃足苦头 因此他必须研究初心方法 一面点火 一面加热 一面搅拌 搅拌到最后 那会拉不动的 所以我就想办法改成这种 用蒸的 锅炉上烧好一锅热水 夏天的厨房特别闷热 黄显荣手脚俐落 摇起番薯粉放进盆子 固定比例的番薯粉 加水调成粉浆 加水简单的动作 却也让它失败多次 加的是温水 还得看天气 每回温度比例都不同 量好三支子水的比例 倒进粉浆里 自然的色泽就蔓延到粉浆上 接着 咬进锅炉上准备好的热水 冲进粉浆里 这时需要不断搅拌 黄显荣说这时候 就是最重要的时刻 这个拿那只在几秒里面 看准时机马上成盘 粉水调料的比例 黄显荣是自己摸索 靠的就是小时 那份嘴里的回忆 调的就是调到以前 我小时候吃的那个 烘柜的感觉 摆进蒸笼就等着大功告成 看似简单的步骤 其实是有难度的 我只是在冷热之间去调配而已 那粉跟水的量去 粉跟水的比例调配 跟冷热水的调配这样子 没有其他特别的就是窍门 在这个中间里面 自己要去拿捏 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粉粿 黄显荣笑说 他是学做挖柜的 因为我以前看过 你在做挖柜是这样做的 他也是把粉跟水调好 再去蒸 在搅拌的时候 在让它水跟粉 热水下去的时候 那速度要拿捏 如果说热水加太快 一下就结快了 那热水加太快 或是热水温度不够 水跟粉它不会浮状 它会水跟粉分离的 所以也不能蒸 但要蒸多久没有参考值 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 时间很长的时候 硬手的 但是就慢慢的 把它时间剪短 剪短一分钟一钟 剪到不行 再加一分钟 那就是最标准的 突破了做法 给黄显荣大大信心 黄色的山枝紫昏桂 晶莹剔透 因为降火特别透新凉 还有传统加黑糖的黑色昏桂 他也继续研发其他口味 加了抹茶的 就是绿色昏桂 加了杏仁的 就变成白色昏桂 黄显荣的杏仁 不用外面现成杏仁本 而是自己亲自用 研磨及脚打 也为了食品安全 是不过人家加工过的 他加工过之后 他里面有加到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所以我心里想说 还是我自己来弄 比较安心 那后来客人说 有吃到渣 觉得蛮高兴的 有人吃到渣 就觉得好像是 其实是小确幸 那我说既然这样 我就多加一点 那个渣 那个不是渣 就把它磨出一点 不要那么细 所以所以到现在 这种程度 会发明这么多颜色 其实是黄显荣 曾经研究过中医 运用中医基础的五行思想 联想到对应的颜色食材 也参考中医药点 天然食品养生法 去看那个中国的 调点里面 会看到白色就是新的 它是顾费的 所以在五行里面 那白色就是新的 研发过程 却在红色昏贵上 遇到了困难 试过许多材料 却都不成功 红色我最初 是用那个 那个什么花 洛神花 洛神花做出来颜色很漂亮 但是它不Q 我试了好几次 因为肉是酸酸的 那我想试试 想说是不是酸的东西 在柜里面就不太Q 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很 彻底的去研究 但是一直做不起来 最后是朋友给的灵感 用红麴当天然染色计 终于完成最后一块平图 红色昏贵大功告成 但这样的成果 黄显荣并不满意 店里现在还放着他多年来 坚持要加的一样材料 就是爱玉 处理爱玉 黄显荣不假他人 都是自己亲手戏 看着计时器 把装着爱玉子的纱布袋 在盛着开水的桶子里 反复搓洗 为了这样配料 黄显荣还特地去拜师 他说洗爱玉不能停 要一气合成 不然可就得前功尽弃 一停了它交出不来 等于在时间到 爱玉到时间一到 它会发酵 等于发出来 就没办法洗 就等于是 那个胶已经就是 没有办法让你在 在那水里面搓了 胶里面会有空气 跑进去之后 吃起来就不Q了 就脆脆的 就怪怪的 就是没有那口感 黄显荣说洗爱玉 时间又长又麻烦 爱玉子的价格又高 他也曾想过 不要这样配料 是一个原因 让他坚持下去 有一天 有一位孕妇来买病 她说要买爱玉 她说要吃爱玉 那我们都问她说 为什么 她说那个中和一家中医 告诉她说 怀孕的时候 孩子在肚子里面 火气大的时候 吃爱玉可以这样开火 所以我想说既然这样子 不管成本高不高 或怎么样 还继续地做好 一个一个我们看起来 最麻烦的做法 但在黄显荣想法里 这事情很简单 要给客人吃 单依安心食品的心意 也很简单 他总笑说 复杂的事他做不来 他也不知道 要加什么奇怪的东西 在吃的里面 但其实很多事情 都是为了一点点坚持 发生 我们是不泡小树桃 因为我们只有泡水 这个里面就 有些学问在里面 所以泡小树桃 所以比较好煮 煮起来漂亮 所以我们煮出来 有点不会断掉 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我总觉得 不加小树桃比较好 黄显荣不另于分享经验 传授许多土地在外展店 把坚持天然的理念 那份简单心意传承下去 始终如一 贯彻初心不容易 稍后来看这位音乐人 三十年来就上百只猫犬 即使负债又离癌 他仍无怨无悔 充满感情 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老天爷并没有放弃我 他永远永远都在 我可能走到最绝路的时候 都会帮我一把 我不是一个有钱人 但我请全力跟我负债 都愿意让他们吃饱 跟看好一生 我觉得我对他们 是有一份责任跟承诺 你就必须把这份责任 给负责完 谢谢他们给我的磨炼 还有给我的经验跟经历 跟我快乐的人生 台湾有许多爱心人士 抢救流浪猫犬不遗余力 这位女孩非常有爱心 拯救猫犬成立中途之家 三十多年来如一日 甚至千家荡产 负债千万 对他们还是不离不弃 还开设咖啡厅 结合中途之家 希望能够借此平台 为流浪猫找一个家 其实她是国宴小提琴家 也创办音乐公司 原本生活无忧无虑 但为了照顾这些小动物 承受巨大压力 甚至累出并罹患癌症 她也无怨无悔 反而感谢这些毛孩子 给她的磨炼和快乐人生 这一位是目前我们的网红 看一下她的脸 你看 囧不囧 很囧 然后她又是老爷爷 所以我就给她叫做囧爷 天生拥有 忧郁脸庞 长相色色十足的囧爷 网络人气超级高 她在一个家待了 值年多的光阴 就这样被扔到街上 囧爷是十二岁的荆棘拉 换算人类年龄已经六十好几 却惨遭主人遗弃 沦落街头不知所措 于是必灵心仪收留 我们家的花妈心仪 它是三花 然后它是左眼被摘除 扫一颗眼睛 然后下颚 关 下颚断裂 那现在它恢复得还不错 雷欣怡从三十年前开始 投入流浪动物救援 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的猫狗 超过百只 这几年来 因为狗狗逐渐收到关注 它于是把目光 转向被人遗弃的流浪猫 回家 好吗回家 走这个啰嗦啊 回家 我们回家 好 回家 乖 乖 很棒啊 算算现场二三十只猫咪 每只喵新人都有自己专属的舒适角落 因为收容数量持续增加 令欣怡在六年前成立猫咪中途之家 我尽量能够维持不要超过五十只猫 这样子至少在管理上面跟生活品质 跟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分配的工作量来讲是比最适当的 耐心照顾猫狗只是收容流浪动物的基本条件 平常喂药皮下点滴注射等各种慢性病照护技巧 样样都要会 不少毛孩子在令欣怡手中被养得越来越健康 尽管他们现在看起来舒服自在 过去经历却是一只比一只还要惨 充满警戒盯着镜头来自街头的浪浪 不只身体虚弱对人更是充满防备 疑似曾经被虐待的毛毛 只要人一靠近就会做出攻击行为 哎呀 它是白色的蓝铜的因果短毛毛 这么纯的照理说在网络上很好送 可能因为它的确是凶 所以呢 它经历过一次主人随便答应 人家就送出去以后 待不到一个下午 人家就把它送回来 为了让想收养猫咪的人 坐下来好好和它们互动 从而找到最适合的猫咪 林欣怡将中途之家和咖啡店结合 当时我们的利益就是说 那我们来开一个附设咖啡厅 那是不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当大家也可以来跟猫咪互动 建议宣达我们的一些教育的理念 那么再来就是 是不是可以提高任养率 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场地的话 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把这个地方给做起来 林欣怡的咖啡厅六年来 收留超过一百只猫咪 成功转送的大跃占七成 以中途之家来说并不算多 我曾经遇过一位他说 他希望要任养谁谁谁 我就给他了一封任养问卷 他回我的话是说 你这个任养问卷比警察局问案 签笔录还严格 一位大学生把一只猫 往墙上扔到七孔留学 这样的事情其实是让我们 真的非常非常痛心 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事情 就怕虐猫或欺养世界一再重演 林欣怡对于任养人 从事前家访到追踪 把关相当严格 而没有送出去的猫咪 往往不是才刚报到的新朋友 就是身体状况真的太糟 今天带美乐蒂哦 是不是瘦 对 瘦了 瘦了两百克 才几天耶 然后还有在吐吗 美乐蒂因为肾衰竭 每个月都得固定找医生报到 追踪检查 一个礼拜如果七天的话 我们大概带五天吧 对 因为其实每一只猫回展的时间 跟每一只猫咪 它可能临时有了什么状况 我们都不一定 对 所以我们只要有状况 就会带去看医生 费尽心思的照顾 就是希望他们早日恢复健康 找到一个很爱护他们的主人 但数十只猫咪的医疗支出 光靠灵心仪一个人的力量 每个月的人事开销加电租 猫咪的吃饭 我们大概不吃不喝的话 也要差不多二十几万 直到这十年左右 可能开始感觉到负荷是重的 但我还是就想办法 拿自己的保单去执借啊 该借的都借啦 现在累计大概上千万了吧 曾在总统就职大典和国庆典礼上 担任音乐总监 林兴怡真正工作是小提琴家 为了救猫救狗散尽家产 她无怨无悔 最让她难受的是旁人的冷言冷语 大半夜不景气 人家会说 人都吃不饱去救猫救狗 叫我们去做工艺演出 巡回或是干嘛 我们常常在做 可是为什么动物的我们需要讲 是因为动物这一块不太 不被人罔知 或者是我们需要吃更多的资源 二十多年来默默付出 三年前实在苦撑不下去 连向来坚强的林兴怡 也不得不向外界开口求助 我为了要募款这件事情 我想好久的文词 我在想我要怎么开口跟大家说 后来我就直接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上说 我们需要多少包饲料什么 我发现其实大家的反应都还蛮热烈的 她这才发现原来和自己一样 不求回报照顾这些小生命的大有人在 这也给了林兴怡继续下去的动力 缘分还没有了吧 所以每一次当你在很困难的时候 都会有贵人们来做support 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老天爷并没有放弃我 他永远永远都在 我可能走到最绝路的时候 都会帮我一把 我们这一区大部分就是在安养中心里面的重症区 健康状况最糟的猫咪 林兴怡通常会直接带回家就近照顾 呼呼在两年前被发现是淋巴血癌的末期 三妹是在冬奥的流浪狗 然后被独兽夹夹干女腿 几乎是24小时和无家可归的流浪猫狗为伍 把他们当成至亲一样用心照顾 没心一枚料到有一天 自己的健康也会突然亮起红灯 罹患人有蚊之色变的癌症 在住院也好 期间也好 在自己的治疗的五年的过程也好 我从来没有一刻把他们给忽略过 而且因为他们我变得更坚强 我变得更知道我要勇敢地活下去 治疗期间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这群毛孩子 即使重病一人坚持不离不弃 所幸治疗顺利完成 内心也会不健康 也能再度重回最爱的猫火怀抱 我觉得我并没有那么坚强 跟那么的大或是那么大的勇气 可是当你知道你的背后是有人会支持你 然后无论是小额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是比较能力比较够的 当他们对我们有一些起始跟支持的时候 我觉得那会让你想到 你只能够更勇敢和更坚强地走下去 现在灵性也最想做的 是将尊重生命和动物权的观念 伸直在下一代教育 回想这一段 长长的跟狗也好 跟猫咪竹的缘也好 我认为他们带给我的快乐 是更胜过于 我所受的任何能力 可能压力啊 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啊 或者是任何一个状况 谢谢他们给我的磨练 还有给我的经验跟经验 跟我快乐的人生 救援猫鼓这条路 走了许多多为外人之的辛苦 但猫孩子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 点点滴滴都在心头 灵性也知道 只要还有能力的一天 他都会继续拯救更多小生命 珍惜眼前把握当下 幸福是给懂得珍惜的人 懂得珍惜才能真正拥有 我是梨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啦 祝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